好主任中代名关心 这个总统府资政孤宽敏先生呢 是在今天的早上8点55分 在台北的龙总医院来辞世 那当个时候呢 家属都已经是在身旁来陪伴他 那么根据这个了解 孤宽敏先生认为人生的退场美学就是花道 那么也就是日本的歌舞帝当中呢 在这个休息室跟舞台中间的道路 所有登场跟退场的人都会要来经过 那孤宽敏其实从30多岁开始 这超过半世纪的时间都一直投入 台湾独立建国跟国家正常化的这个志业当中 也是台湾独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独立路上的一个推手 那其实孤宽敏先生呢 他其实认为台湾就如同美国澳洲跟纽西兰 这些移民社会一样 都是要成为一个独立正常 并且有尊严的国家 那孤宽敏先生其实中期一生 他其实有承受到了蛮多的政治压力 但他坚持对的事情就是要去做 因此他这一生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行动 都是在推行这个希望台湾可以一步一步朝向独立的这个路上来潜定 那么其实在这个总统府这边也有发表了一段就是 一段说明就是说接下来这个相关的悼念行程呢 也会另外再来公告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带各位观众来继续的来掌握状况 而其实孤宽敏呢 在台湾的这个政治路上是非常的受到大家的一个推崇 而且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他 那绝大多数人他也认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那目前他认为就是这个台湾的发展路上还不是真的很正常 所以他也是中期医生都在推行这件事情 希望说可以在有生之年可以让台湾能够继续的来朝向独立前进 感谢观看